我的頭髮已經修了皮了 魚鐺你有沒有GEL頭的? 沒有啊 可能有一些影片我已經錄過了 你會GEL頭嗎? 不是啊 我是頭髮掉了 Hello 大家好 上一段Worm Tour影片 就有觀眾留言 所以我們拍下關於家裡的小家電 這段影片我們就分享 14件我覺得 挺好用的家電給大家的 我們第一件想分享就是 Dyson的吸塵機 我們現在在用這個模特兒 就是V-8 Fluffy的無線吸塵機 它跟了幾個頭 就有最基本的軟臥毛滾空吸頭 就有一個吸床的沉滿 叫做迷你電動吸頭 它有一個2合1的細縫吸頭 我們比較少用的 另一個我覺得非常好用的就是 雜縫清潔吸頭 我會吸一下洞洞洞洞洞 非常方便的 我覺得是值得投資的 這個V-8 Fluffy 現在就是一個最便宜 最基本入門的一個款 它雖然是最入門的 但其實我們日常生活都夠用的 如果貴一點 就可以選擇一個 Slim版 都是V-8 Fluffy的 有機身輕一點 可能比較高級 由於我們是貨居 所以輕不輕也沒所謂 我們很快就吸光了 很多朋友不買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電容量 官網就說可以吸到40分鐘 以我們這麼小的單位來說 40分鐘已經足足有餘 我們另外也買了一個直立架 可以將它本身有個充電架裝上去 我們就不需要將它的充電架轉到長度 所以就不需要轉長度 亦都可以動高擺一個Dyson機 變了吸完盤就可以立即充電 這樣就非常之方便了 第二樣想介紹就是這些這樣的吸塵機仔 上一段Moon Tour影片也有說過 這個是我們聖誕交換禮物抽回來的 你覺得它真的非常之方便 我們這個家非常之大層 它用來吸一些微小的地方 都非常輕巧 雖然Dyson也有些很幼的吸頭 但它始終的機身也比較大補 如果我想吸一些 可能是櫃筒仔 一些杯仔 都很難吸的 如果有這個就會很方便 去吸一些真的很微小的地方 另外也可以拿去吸汽車 都很方便 其實它還有兩個頭 我覺得這個比較簡單 裡面就是這樣 可以用水清潔 裡面的濾濾 它是用Micro USB充電的 它充滿了就可以用4個小時 用很久才充一次電 其實它應該是一個占物牌 都可以有其他品牌 都不用一定買這個品牌 我想 你有沒有補充 沒有 我也不用 我就非常喜歡它 第三個想說 就是Muji的空氣循環線 它在我們的Room Tour裡 是沒有提及的 夏天才拿出來 冬天的時候我們都收起來了 我們每逢開冷氣的時候 就大派用場 因為我們在廳裡開冷氣 房間裡就不會開冷氣 因為房間裡的冷氣機非常吵 那我們就要靠空氣循環線 吹風進房間 我覺得機身是正常的尺寸 我們經常都會拿來拿去 都方便的 即使開第三個檔 其實它也不會太吵 我們都是一個開接收入範圍 至於它的風力方面 我覺得也是足夠的 也足夠在我們廳裡吹冷氣進房間 另外我們平時會把它向著天花板 它就可以把空氣很流通的 把風在家裡 這樣 上網看過的資料 其實人們都說 這些循環線 如果把風嘴向上 向天花板的話 其實就可以令到家裡的空氣 可以循環 可以流通 這樣就不會有被迫的問題 我們覺得效果也不錯 這個空氣循環線 本身設計的風格 都很適合我們的家裡 整體的風格 總共來說 Muji的空氣循環線 它就低噪音 即是不會太噪 另外它的設計很漂亮 還有我們會加上這個冷氣機 就是這樣 第四樣想說 就是我們Dyson的三合一冷暖 空氣淨化機 當初想買暖爐和風扇 找到Dyson 其實是有出冷暖風二合一的機 那我們就選了這部Dyson的冷暖風機 順便也買了它的空氣淨化 因為我們家裡比較大層 所以就三合一 結果就是又有冷風暖風 又有空氣淨化 我最喜歡這部機 它就有暖風功能 冬天的時候 就可以吹一些暖風 所以我就不用買多一部暖風機 它吹出來的風真的很夠暖 另外你覺得它的空氣淨化功能是怎樣的 我覺得空氣淨化 空氣淨化我覺得不就是這樣 每逢我煮完食物 那部機都會紅色嚴重 它應該是感受到很大的油煙 它就會說你的空氣質素很差 它就會自動開行風扇 就會吸多一點油煙進去 半個小時左右 它就會慢慢落到黃色綠色 我們都沒有特地買到一部 空氣淨化機 就靠這部Dyson 第五樣想說 就是我們這部電視機 在Womb Tour 段影片也有說過 我們業主本身那部電視機就壞了 我們就上網找回一部電視機去replace 當時我們就是以這個價錢為主要考慮的因素 就找了一部50吋不利又便宜的電視機 就是撇除一些比較國產的電視機 它是最便宜的 就選了這部Sharp的電視機 這部型號就是這個型號 它就只有4200元 就是符合我們的預算 這部電視機就是50吋4K的電視機 本身就是Android TV 裡面已經有Netflix 也有Disney Plus 我們就需要額外有加其他東西去看Netflix 和Disney Plus 還有它的畫質也挺清晰的 去到4K 看影片是挺好的 我就發覺有些小問題 例如看電視的字幕會蒙 也有試過音量突然變得很小 按大的時候 它就說為了保護你的聽覺 所以我們就走了這麼小 你是不是真的要加大啊 壞處我覺得最大問題就是聲量 突然收小 無緣無故看電視就小聲了 其餘我覺得也沒什麼大問題 第六樣想說就是我們的蒸汽糖豆 這部Panasonic蒸汽糖豆 它是非常輕巧小的 除了它可以掛糖之外 還可以平糖 那時候掛糖你覺得不夠值 就可以認認真真拿一塊板 放衣服上去平糖 另外它就在這裏入水的 這個河里那裏入水 預熱是非常之快 我想30秒就已經可以燙衣服了 即是我們舊的那一部有大舊 又不能在這裏噴蒸氣 那這一部就可以繼續噴蒸氣了 而且它的樣子是非常漂亮 其實它還有粉紅色的 但我們就買了這一種顏色 第七樣想說就是熱水壺了 第七樣為什麼要介紹熱水壺呢 就是因為這個熱水壺是粉紅色的 主要是私心的 它煲一次水1.7年了 我想它幾分鐘就可以煲熱水了 就是我非常方便 也沒什麼話說 因為是一個普通的熱水壺 主要是我非常喜歡它的設計 就買了 第八樣要介紹就是我們的氣炸鍋 我們用的這部就是Respite 我們來選擇這部氣炸鍋 主要是因為它漂亮 還有價錢便宜的 Under 1000元 它的體積很小 就可以放得到我們這個很小的廚房那裡 它的操作非常簡單 它就不會像坊間的氣炸鍋 有很多個Mode 它主要就是加倒數 還有焗多少分鐘 它最高可以調到那個氣炸的溫度就是200度 那那個分鐘最高都可以調到60分鐘 以我們氣炸的東西就 Size 剛剛好 但是如果你想焗一個非常大的燒春雞 那就不行了 那我們平時焗一下雞翼仔 焗一下三文魚 焗一下薯仔 都非常之足夠的 我們自己焗小型的東西是OK的 大東西就一定不行的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的需要 那你覺得它清洗怎樣 因為你主要清洗 對 清潔那裡其實很簡單 它是一個盆子和一塊隔油的網 它那塊網清洗相對方便 不過它有四條隙子在底下 有時候是比較難清洗的 但是也不會太困難 第九樣想說 就是我們的Nespresso Essensa Mini 那我們買這部機 主要是因為我們去很多酒店 Staycation 試了不同的Nespresso機 都覺得沖咖啡非常之方便 那我們就買一部放在家裡了 那我們買這部就比較細部一點 就適合我們這些和居用的 這部機就是可以快速簡單地 沖到一杯咖啡 而且很細部 不會佔很大的空間 就是這樣 第十個要介紹就是洗手液機 在Room Tour的那段影片 都有說過的這個洗手液機 它的好處就是 它的感應不會太敏感 在我平時清潔浴室的時候 它都不會無緣無故發出洗手液 雖然說它的感應力不是很敏感 但是當你真的控勤它的時候 它出洗手液都很快 真的你想它出洗手液的時候 它就出到 你不想的時候 它就真的不會出洗手液 好像懂得獨心那樣 獨心 AI 對 好厲害 所以這個是讚的 我們正在用這個就是泡沫型 其實它還有液體 還有酒精噴霧 我不知道另外兩款是不是都這麼好用 所以我們用這個泡沫型都非常好用 而且它不會太貴 第十一樣想說就是風筒 那我現在就用這個Dyson風筒 我呢就不只是想說Dyson的 因為很多人都有說 我就是想說它這個風嘴 這個風嘴是 算是新出的 新過來 上年出的 上年出的新的風嘴 我喜歡它的原因 它可以吹到頭髮很順滑 因為我本人的髮質非常差 就是很多毛躁 就是它平時是這樣用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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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也不關注到今天 也不喜歡PFaceX SkyC оп庫 就不認真 如果應該不用 Syn mosquitoes 但又沒有風な封嘴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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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erek 海馬頭 海馬頭咀 剛才說了風筒 順便說直髮夾 這個就是Glam Palm 這個牌子的直髮夾 它是一個無線的直髮夾 無線就非常方便 不會有電線在前繞著你 譬如這樣 它也可以貼到髮夾 這樣夾 它夾完真的比我以前用的 直髮夾來說是亮點 另外它的月熱時間也非常快 大約40秒就可以月熱馬上用 但它唯一不好處就是 每次充滿電 最多只可以用到25分鐘 如果你要捲長一點的頭髮 就可能要充滿電 可不可以先插著線嗎? 不可以 它就不可以充滿電 所以其實你每次用完 都要馬上充滿電 另外它還有一個座 所以它就是送一個座給你 每次用完你就扔回到座 這樣就可以充滿電 但我就不喜歡這個座 因為它很瓦 所以就變了 我現在充滿了一二年 座 我直接用磁力吸著這裡 差一點 其實座 我看到官網賣的價錢 對,那我買的那裡 你當是送買 對 因為我們的價錢比官網便便宜 我們是水貨來的 對 第十三樣想說 就是香噴肌 那香噴肌呢 我們就沒有特別推薦什麼牌子 只是覺得我們需要一部香噴肌 對,其實因為有部香噴肌 我們平時睡覺 有時都會滴一些精油 我覺得睡得軟一點 對,聞著個人都比較舒服 開心一點,愉快一點 我最喜歡聽的這一枝 L Grey 這個味道 它一點都不是L Grey 但它的香味很高級 相當 最後一件想介紹的就是香噴肌 香噴肌 又是香噴噴肌 香噴噴肌 香噴噴肌 說到香噴肌 當然要介紹這部 雞仔牌的香噴噴肌 分香噴毛 我們把它放在廁所裡 它可以駕十五分鐘 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噴一些香氣出來 我們現在駕了三十分鐘 它每逢三十分鐘 就會噴一下香氣 另外它也有一個感光功能 當它感應到這個空間 關了燈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設定一個小時噴一次 省一下香氣噴毛 它裡面就是這樣的 就是一支香氣噴毛 可以補充的 它裡面就要入 兩顆2A電 還有有時候 如果你真的很想噴 都可以按它這個按鈕 按一下它就會噴 不如你試試一次 噢! 就噴了一點 你有需要覺得 你駕魚大之後 你想空間香一點 都可以按一下這個按鈕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記得留言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拜拜